这是一张地图 上面标记了好多闪耀的亮点 和丰富的宝藏 听完这些回游而上的故事 你会发现 原来啊 自己比想象中更爱高雄 原来你的心没有离开过 欢迎回家 鲑鱼的回游地图 为什么要访问我 我没什么特别的耶 今天这只鲑鱼 初次见面的时候 这就是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但一部为家乡拍摄的纪录片 假面阿公说明了答案 有几个人能扛着摄影机 默默记录了八年呢 而他 中啊 翁静忠 就是那其中之一 静忠从小在庙宇文化兴盛的 高雄且并乡长大 对他而言 作曲 挂乘这些宗教庆典 是再熟悉不过的记忆 也许是冥冥之中有安排 本来立志要当银行员的他 大学误打误撞进了传播系 毕业后在电视台当了好几年记者 没想到最后还是往家的方向回游了 阿公阿嬷父母亲年纪都大 所以想说就回来就近照顾 因为以前当记者嘛 所以你看的东西 视野会比较广一点 但是我觉得有的有事 就是回来之后 然后发现说 我自己互相的异症 他流失很快 然后才开始投入记录的这个动作 杰定就在高雄和台南的交界处 这个靠海的小乡镇 说是三部一小庙 五部一大庙也不夸张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异症在杰定 是因为早期靠海 它是一种很危险的工作 它需要透过一些信仰 宗教的力量 保佑他们海上捕鱼的时候 可以很安全的回来 然后因为有一段时间 就会开始做酒 尖叫呢 就会整个社区都会动起来 所以小时候我有参加过跳鼓镇啊 对啊 然后还会随所呢 早期新盛的时期 整个写定的跳鼓镇 有三四十个跳鼓镇嘛 现在几乎都不见了 曾经锣鼓喧天 风光一时的镇头记忆 随着时代变迁 慢慢凋零 捕鱼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例如都是找外劳啊 大陆渔工啊 现在一阵参与的人 越来越少 是因为人口老化也有关系 然后少子化也是 然后加上现在家长都觉得说 小孩子就是要以科业为重 所以不让他们去参与镇头 没办法眼睁睁看着珍贵的民俗文化失传 镇中决定要用影像来守护故乡 而且定特有的十二婆组镇头 就是他跨书的第一步 完全没有导演经验的他 单纯凭着一股热情和傻劲 在前辈的指导下 Action开始穿梭在 协定的巷弄之间 蛇婆组他很特殊是因为都是男扮女装 全台湾大概剩不到十个这种蛇婆组的镇头 每次庆典开始的时候 姬童就会开始说 这次跳的步伐要怎么跳 对啊 他就说 这个啊 这个要怎么做 就很神奇 套具镜中说的话 只有拱狼才会做这么吃力不讨好的事 但是他傻得很开心 当初记得我拍了 可能有十颗一梯的硬碟 我那时候每天下班啊 饭还没吃 然后可能摸着骑着 然后就拿了摄影机 然后就在找寻依正的身影 对 妈妈说 说我甲巴胸眼啊 因为我本身很喜欢镇头嘛 所以不会觉得很辛苦 比较辛苦的是他们 因为建教的时间都是在 七八月这样很热的天气啊 然后整个连都是汗水 然后精神是让我最感动的 透过镜中的镜头 我们可以看见 且定居民对信仰的前程 还有镜头之外的社会问题 几十年来的城乡差距 让渔村变没落 高龄化和少子化 似乎是无法抵挡的结果 而且定只是台湾的一个缩影 纪录片里面的主角 那个年轻人鸿敏 因为他小时候就开始参与疫症 那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 因为他父母亲很早就往生了 所以他活动的时候就很叛逆 然后有一次 他好像被怀疑一事吸毒 就被抓到警察局 阿公就很担心 然后就赶快跑到警察局去 在看到阿公眼泪流下来的当下 他就觉得说 他很对不起他阿公 因为让一个那么老的老人家 然后还为他这样担心 从那一次之后 他就说一定要好好孝顺阿公 不要再让他阿公伤心难过 贾米阿公陆续在2012的高雄电影节 和台湾地方志影展累积口碑 终于他带着这部纪录片 回到鞋定举行庙口首映 很高兴耶 这可是轰动故乡的大事呢 大家可能觉得说 参加镇头 真的可能都是一些不良的少年 一些刺青 所以跳八家将 其实很多镇头 根本不是大家想象的这样子 社区里面的镇头 那宫廟有庆典的时候 他们才会驻一个团体 出来表演这样 其实反而参加镇头 可以跟邻居社区的一些向心力 想要抓住观众的目光和掌声 镇头的团员必须同心协力 跳出精神和使命 去年底镇中也和几位伙伴 组成绕港人文协会 还发行社区报纸 用了一种方式 记录家乡的历史和人文风景 希望能让更多人认识鞋定之美 看见鞋定有南台湾最大的 候鸟栖息地 有古迹 还有新旧传承的香火 所以下一次周休二日 不妨拍着你车到鞋定走一趟 也许你会对这个靠海的小镇改观哦 下次的主角会是谁呢 惠鱼的回游地图 等你一起连结梦想和希望 以上单元或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赔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